高亢清亮的歌声为活动炒热气氛 普黎镇淡南社区发展协会 会表达对老年人崇高的建议 特别举办久久崇洋建老餐会 邀请社区居民们一起来参加 期望透过卡拉OK活动及聚餐联谊方式 弘扬敬老并强化戴监伦理的重要性 庆祝中洋所有的中心 大家可以享受美食丁氧借 就是境路准限 饭料非常劳热 在这里很幸运 老人都可以吃饭肉身体健康 大浪里食肤可以继续发展 大家都美好的团结的生活 由于年轻人大多忙于工作 有些则除外赚钱打拼 乡下大多是老人家 有鉴于高龄化已经是未来的趋势 因此对于县内老人福利政策的推动 议员们也都是相当的重视 并表示未来将督促政府 要更加重视与落实 所以政中这些老人就是这些退休的 和这些年龄更多的这些顶部 那我这就是社会上目前 我们很需要来关怀的一部门 所以未来国陈对于我们社区 还是说我们所有的老人的福利政策 健康的政策 我一定经历历正 来让他们过去最快安然 最快无路的退休的生涯 炒面炒米粉还有猪脚 温暖每位长辈的心捍卫 人生即时才开始 随着医学的发达 人类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在这个属于长辈的日子 议员们除了献上祝福 也鼓励长辈们主动学习 拓展生活圈 让生活更充实 人生七十才开始 八十是妈妈 九十算什么 一百是笑眉眉 救救党 很让我们所有的 受公受婆 可以健康吃饭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副议长排一犬也表示 近老不止在久久重养这一天 应该是随时随地 都要来重视与关心父母 以及身边周遭的长辈 民意新闻洪一伦 玻璃采访报道